後座的話 呃 完全材質都不太一樣 後座它是硬塑膠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博子解說 今天要帶給各位介紹的是呢 我們的四個門 它的門板的材質分別長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首先看到的是 這是駕駛座跟副駕駛座其實都差不多 那他們的特點是什麼 首先就是這裡 它是軟塑膠 它摸起來是軟塑膠 那這裡不一樣的點是說 這裡是有點像霧銀的塑膠飾板 對霧銀的塑膠飾板 好 不知道大家這樣看不看得到 霧銀的塑膠飾板 然後這邊不是一體式的 如果我沒記錯 因為我這台是19年簽的 19年底簽的 那2020年4的車 好像都是改成一體式的 對 然後這裡沒有燈 這裡沒有燈 那上面也沒有燈 因為有的這裡好像有一個燈 對 那上面這裡 有的好像是有藍色氣氛燈 那這裡沒有 好 那這裡的話 這裡它是有一個壓一個花紋的感覺 對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然後在這裡 這裡也是軟塑膠 這裡應該更正 這裡算是皮 這裡算是皮質 然後中控鈕的話 四個都是一鍵啟動 對都可以一鍵啟動 然後這個是耳同安全鎖 然後這個是收後視鏡 然後調左右 比如說按左 按右 然後去調上下左右 的後視鏡 OK 那比較特別是說 呃 它不是BNO影響 對 所以它輸出功率 可能跟BNO不太一樣 對 好 然後再到這裡的話 這裡面的話 呃 這裡面其實是有點像 比較短的那種毛 對 的材質 好那我們帶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裡面長什麼樣子 裡面它是有一個 杯架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 對 這是一個杯架的設計 然後裡面這裡也有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 也是一個置物的空間 其實裡面還蠻深的 對 大家可以仔細看 裡面其實還蠻深的 OK 所以這大概是前座的部分 好 那我們帶給大家看一下後座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後座 那後座 後座其實 就不太一樣了 好 給大家看一下後座 好 後座的話 呃 完全 材質都不太一樣 後座它是硬塑膠 它可以聽到聲音 硬塑膠 OK 跟前面就不一樣 前面是軟質塑膠 是硬塑膠 所以質感上還是有變比較差一點 然後再加上這裡 也是有壓痕 也是有那個 花 那個紋路 也是有壓一個紋路出來 可是 材質 硬塑膠還是差了點 那一樣 這裡有的是一體式的 2020年市場幾乎都一體式的 OK 然後這裡的話也是一樣 呃 也是一鍵啟動 一鍵關閉 好 那到這邊 到這邊 這裡就是皮子 這裡就是皮子 然後這裡是硬塑膠 那這裡是 Fabium Mode音響 那裡面的話 裡面材質其實跟剛剛差不多 我們也是帶個光給大家看一下 對 一個放杯子的空間 那裡面也蠻深的 對 照不照得到 裡面其實也蠻深的 其實夠用啦 像夠用 那只是說 硬塑膠的材質 感覺還是差了些 但是我知道他們現在 福特好像有說什麼 可以加幾萬塊 升級軟質塑膠 對 好 那大概就是 這個是中階版本的 前後座 它的材質 好 介紹到這邊 拜拜